由祈福事业独家冠名的2013世界大力士争霸赛昨天下午进入高潮 选手们在新正机场停机坪挑战用两个人的力量拉动重达34.5吨的波音737客机 观众朋友我现在是在2013世界大力士中国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现在进行的是大力士搭飞机比赛 而这项比赛也是本届所有比赛当中的重头戏 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坐飞机的时候呢那么一定大家都知道是通过引擎发动的飞机才能够向前移动然后起飞 但是今天呢我们将会在这里见证大力士们用手来拉动飞机这个奇迹 依靠连接拉绳的肩带上场的两名大力士手拉脚灯协同配合劲往一处时 和拉重型卡车一样拉飞机最难的也是起动关 但对红队这两名选手来说拉飞机似乎一点也不难 这庞然大物不仅如愿动了起来而且越走越快 最后选手几乎是一路小跑将其拉动20米顺利完成了比赛 这不仅让其他选手信心大增 场边观战的工作人员也纷纷用相机记录这个神奇的时刻 以前都是看人坐飞机然后今天看到他们第一次过来拉飞机非常震撼 并且是世界级的大力士非常震撼 感谢这个大力士吧然后来得到中国也很好奇 其实很了不起 即使是最高大的选手站在飞机前也只能是达到机翼的高度 可是这些大力士们却毫不示弱 按照这项比赛规则规定上场的两名选手不但要逆风拉动飞机前行20米 还要比拼时间完成比赛次数最多并且累计用时最短的一方获胜 这也让比赛一次次从拉飞机走变成了接近于拉飞机跑 现场的气氛逐渐达到白热化 两岁年轻转了一个船车 这种特别的风景 这种风景是比较困难的 这种风景是不正常的 这种问题不是另一种 这种精彩的 这种精彩的 我做了第一次第一次 我非常愉快的 我们终于结束了 我们看到了第一次的距离 第一次距离 这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وت体的 embryo 经过昨天一天的角逐 又有八名选手陆续被淘汰出局 最后剩下的12位大力士 将在今天晚上 在郑东新区CBT文化广场 参加最后的终极对决 争夺2013世界大力士 中国之霸在 替世界大力士联盟年度总冠军 这必将又是一场挑战 人类力量极限的决心 我们也将继续关注 并把比赛的精彩时刻 感谢大家